民眾黨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出席董事長開獎粉絲見面會 一開頭就向賴清德火力全開 向民進黨校正兩岸論述被質疑重啟 服貌態度十年前後不一樣 柯文哲也只求對決 把我十年前的影片拿出來看 我發現十年來都沒有不一樣 對民進黨的指控 慈禧太后和他的義和團 炮打賴清德火花四射 對侯友宜嘲諷滿點 如果侯友宜沒有去選舉的話 他那個未要案會搞到這麼多慘 韓國瑜不是這樣垮著嗎 結果抱歉你不是例外 你還是一樣 又怎麼看磨刀霍霍 酝酪獨立參選的郭台銘 和藍綠對手辯論 最想問什麼問題 辯論會時要問侯友宜什麼問題 我要先確定他7月23號 23號要算 那你要問賴清德什麼問題 賴清德大熱 就是請問他如何務實地推動台股 最後他如果要獨立參選 你要問他什麼 等7月23號他有數相在 大概思考了 民調多而忘一的柯文哲老神在在 畢竟要有機會交鋒 還得看到時對手是誰 華視新聞專程彭冠霖 台報道 哈囉我是葉銘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 我告訴大家 我為皮 dece